近日 九位露面的马景涛忽然现身为微商站台 但状态却差强人意 一度被受吐槽 当天马景涛在一群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来 他一身白色看上去风流倜傥 虽然场地不大 但两旁有两位西装保安会起引路 排场不小看到马景涛来了 两位保安联盟伸出手引路 马景涛也露出拘谨的笑容 想来是九位露面不习惯这么大的排场 仔细看马景涛当天穿着阔腿裤 还踩着高跟鞋 身高虽然拉上去了 但走路却很是艰难怼脸看马景涛 可以看见他发福明显 脸部像是肿胀了一般 肉骨骨的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且嘴巴也呈现出不自然的上扬 像是以美失败 最初大家以为马景涛是故意斜着嘴 做出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 在马景涛一直保持着这个斜嘴的表情 网友这才表示 马景涛的嘴巴或许是真的歪了 从这张侧面照中也能看出 马景涛的嘴很不自然 像是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 不止如此 网友还发现马景涛还卸顶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见 马景涛的发缝十分明显 头发也十分稀疏 从后背看 马景涛的后脑勺也凸了一大块 想来应该是用头发挡着 不止如此 马景涛走路也十分蹒跚 几乎是旁边的男子推着走 曾经身强体壮的多尔滚 如今也沧桑成一位 步履蹒跚的老人家 实在令人唏嘘 虽然帅气不复当年 但马景涛的人气却依然高涨 一到场就被蜂拥的粉丝围堵着 镜头扫过之处都是热情的女粉丝 很多年龄都和马景涛不相上下 应该是马景涛的剧粉 马景涛一路走着 不断和粉丝握手 给粉丝签名 越到前面女粉丝 越是簇拥着 当马景涛走到台前时 还有两位衣着华丽的女粉丝 一看就是富婆级别 对于马景涛的状态 网友也是感慨不已 不少网友表示 岁月不饶人 马景涛以前很帅的 原来再帅的人 都是老的那一天 还有人表示 马景涛突了胖了 甚至有人觉得 马景涛变化大的认不出 已经开始向江昆了 也有网友喊话 马景涛退休 但知情人士透露 马景涛的两个儿子 年纪还小 且都在上国际学校 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马景涛为了孩子 也只能四处走绝 不惜自降身价 为微商站台 马景涛一共离过两次婚 第一段婚姻 和前期郁女儿马世怨 早在长大成人第二段婚姻 则是和演员吴嘉妮 孕育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马世天 和小儿子马世心 如今 俩儿子都已经一个14岁 一个16岁 都在上国际高中 每年学费支出 都要几百万 61岁的马景涛压力如此大 自然不敢退休 今年7月 马景涛的小女友 编幕波尼小通尼官宣 做马景涛恋情 并称离了两次婚 我也不介意 因为他们都不懂得珍惜你 想来马景涛 还要养小女友 压力就更大了